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理 有面 在我们家 那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来兄弟 忙客气 今天谈这个事 按规矩做 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很多东西 比如说饭桌上长辈不举块 孩子们不能夹菜 进门叫人 我们在老人面前怎么样做 告诉自己儿子说 他们今后也会学着该怎么做 老哥几个 一定得闪光啊 一嘴到 比如说我记得 舜在过年的时候提了两桶矿军水来 叫送财 然后呢 舜拿着矿军水来 然后老太太就给舜红包 这两包子 一碗炒干 一碗炉煮 外加一碗豆腦 六楼份 祖祖辈被留下的这种 讲究的这种劲儿 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的乐趣 这种经济时很有意思 张家讲究 我这烤羊肉 我这生意是挺好的 你是烤牛肉 我不抢你的 吃的人也会很抢 一肚包又得吃那儿呢 又得解饱 还得解柴 这形成了它一个特有的 这么一个生活的习惯 为什么北京这么多老字 实际上代表它北京一种文化 讲究的文化 师傅 你不传给儿媳妇 不传给外星人 这就真传不下去 不就断了吗 索性我就先交出去 它也是一种传承 秦航真的很辛苦 他不是说你光在做就行 你得练 你得回家练 你得琢磨 你要把老一辈子传给你的东西 你要全都学会 不但要学会 你要消化它 变成你自己的 同时你还要不停地要加入一些新鲜的东西 你要保留最以前的原汁原味 盖盖菜 就是我们家志斌 做的一碗打卤面 别看这一碗卤 你等于把庄家菜的 他的一些 这些饮食的文化 这种理论 都灌注在这个卤里了 他能吃出来 他感觉这儿子静下来了 用心了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请所有人吃饭的时候 全儿媳妇做的 等于是庄家菜继承了 最后儿子善良等登场 主食与完美 实际上就是对儿子的人肯定 有规矩 讲理术 懂情理 才能构成和谐的大家庭 让咱过上小康生活 顾好小家 强大国家 其实当下我们这个社会 是需要转动的 需要规矩 并不是说 你的思想多么活跃 你接受科技发展的能力 和速度 这些都要讲 但是规矩 还是要讲的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些东西都不在乎 社会不就乱了 中国人正式灯门拜访 得带一些礼物 庄稼的一个家风 而且我觉得是很多 老一辈北京人家里的家风 做人很多事情 都是从心出发 而不是说从力出发 现在很多手艺失传 大家都在追求名和力 有一些传承 它未必有名 未必有力 但是我认为 这个才是我们最传统 最古老的东西 是最值得保留的东西 你才能有你民族的 一种自豪感 要是三百六十行 都能秉承 德 义 心 三个字 是吧 脚踏实地 踏踏实实地 认真的为老百姓服务 那我们的国家 就会更加地繁荣成盛 为我们祖国辉煌的未来 干杯 干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